李小霞 李嘉威也有可能取胜 这个主要可能差几分 所以他也是整体状态是非常好的 那您比如说现在李小霞他必须要赢 他没有退路 他一输 那整个山东楼能输 现在有了 我角度来讲 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去运动员能够注意力 集中到每一个技术细节 他想睡不着的时候 他通过一种方法 数数也好 赢了以后 对整个人的士气心态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李嘉威 在上一场比赛中 还比较好 对 就是显得很兴奋 但是又很稳定 战术也很清楚 他拼对方 但是不是盲目的拼 是有战略 变成优势 还有过去我记得 给我加油 给我鼓掌 这种RQ精神 是能够有一套自己调控的方法 然后能够在这上有的时候有机会的时候要躲赶 在第一盘的比赛里 以前是2比1领先 现在是进行第四盘比赛 双方第一组 然后跟他控制反控制 然后尽量想办法拉在前面 抢在前面 这样的 都有他们的崇拜者 三比八 直播呢 就是季中能源 对广东驻江 星期三 将是八一工商银行 对折商银行 飘小侠来讲 是个严峻的考验 就是逆转的能力 能力是在实战中练出来的 相持 四比三 四比五 谈 李嘉威取胜 那么北大方正将战胜山洞鲁呢 高西 包括刘纯 上来 在这个 在这个时候 想方设法的遏制住 当然李小霞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员 大家可以看稳健度 面部表情 李嘉威很正典 调起来了 行程相持 而且腾毅也拿过一次世界杯的冠军 这个球打得非常艰苦 这样呢 李嘉威就最后以11比7 取得了第三局比赛的胜利 3比0 战胜了李小霞 也使得北大方正队 今天在不利的情况下 最后呢 以3比1 取得了全场比赛的胜利 对运动员也很好的锻炼 我们请姚克志教练呢 最后点评几句 体育比赛它的魅力就在于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嗯 没有